无法宪回忆录 岁月艰难 第十六章 保外就医到济南 第四节 我的妻子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因为我的问题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受到了株连 没有一个幸免于难 我出来以后 他们的问题也一个一个的逐渐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我的妻子陈隋奇出生于1922年10月 原籍浙江渔瑶 但生在上海 长在上海 求学于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他参加了上海的学生救亡协会 这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1940年1月经同学介绍入党 1941年6月经上海党组织决定 他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 以后一直跟随着新四军三师部队行动 在三师政治部任职 抗战胜利以后又随着三师到了东北 解放后组建空军时 他也随我调入空军 在空军干部部工作 1954年国防部长彭德怀 决定将部队的女同志 除衣物文艺工作人员以外 通通转业复原到地方工作 陈隋奇也转业到了中国民航总局工作 以后他在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 一直工作到1968年 才由军委班师组下令调回空军 任命为我的办公室主任 1971年9月24日 我被逮捕的当天晚上 空军政委王辉球到我家里去找陈隋奇谈话 要他和我划清界限 交代揭发问题 并对陈隋奇进行了隔离审查 与此同时 还把我的几个秘书也都送到了亚非疗养院 由中央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 这样他们就都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年的11月30日 空军成立了陈隋奇专案组 把陈隋奇和八岁梦翠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搬到了一栋简陋的小楼里 这之后又把陈隋奇和两个女儿也隔离开 除了节假日以外 不准他们见面 陈隋奇被关的地方 名为学习班 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狱 他所居住的房间只有8平方米 有6个女看守 一天24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管着他 晚上除了不准关灯以外 还有女看守在旁边守着 这样的情形很是折磨人的 几乎让他整晚都睡不着觉 平时不准他出门半步 只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 可以到室外去放风 窗户房间的窗户全部都被封死了 白天也像地牢一样 靠一盏台灯来照明 这样时间一长视力下降 眼睛就逐渐看不清了 一直到了1972年 财经上面同意打开了一扇窗子 房间里才见到了光亮 在这个学习班里 他一住就是7年 说来也巧 1982年 在发还我们家被他们没收的书籍时 里面夹杂着十几个笔记本 一看才知道 是看守陈隋奇的人员写的值班日记 笔记本里偏偏都是这样的记录 7点20晨吃饭 7点40吃光 收拾了一下东西 8点开始学习 8点25泡一杯茶 一边喝一边看书报 10点05在椅子上想问题 一直到吃午饭 1点05睡觉 3点起床 4点05点眼药 4点45继续学习 5点45在椅子上休息 过一会儿又继续学习 6点35吃晚饭 收拾了一下继续学习 9点40在床上休息 躺一会儿没有睡着 10点20看电视 回来把他吵醒了 他好像很生气猛一翻身 10点50睡着了 打了一会儿呼噜 11点20翻身 又好一会儿没有睡着 12点以后又睡不大着 总是上半夜没有睡好 下半夜睡得好 2点25翻身 2点37动了一下 3点起来上厕所 躺下就打起呼噜来 3点10分可能是睡熟了 踹掉半截被子 3点40翻身 3点53翻身 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来 4点35翻身 4点37起来上厕所 5点打呼噜声音比较响 到5点15翻身 呼噜也停止了 随后就一直没有睡着 有时翻身 有时睁睁眼 6点40起床 上了10分钟厕所 就开始洗漱 7年来看守陈隋奇的人员 一共换了几十个 国家花了大把的钞票 可每天都是这样的记录 也真是太惊心 也太可惜了 花了这么多的人力 财力 审查了长达7年的时间 可审查来审查去 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 为了结案 专案组东拼西凑 于1978年6月21日 给陈隋奇下了个结论 现将这个结论照录如下 经查证核实 陈隋奇是林彪死党 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 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1968年4月以后 连续5次给林彪、叶群写效忠信 1970年5月13日 叶群同黄、吴、李秋同游长城 陈隋奇也参加了 二、无耻吹捧林立果 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0年在空军司令部 二级部长以上的会议上 林立果做讲应报告结束后 陈隋奇带领喊口号 向林立果学习 向林立果致敬 三、积极参加为林家选美活动 四、为吴法宪炮制假检讨 把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 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 说成是偶然事件 把吴法宪同陈伯达的勾结 说成是上当受骗 极力为吴法宪开脱 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五、913事件后 坚持反动立场 掩盖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经与空军党委研究决定 陈隋奇罪行严重 属于敌我矛盾 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交军委空军送原籍监督劳动 1978年8月17日 他们又在空军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 一共有空军机关、民航、北空、空军学院等单位的3400人到会 他们把陈隋奇压在体育场的中央 批判会议开得轰轰烈烈 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种喷气式的群众批斗大会 但是这已经不是什么群众运动 而是空军党委主持的会议了 在批判大会前 主持人就向陈隋奇宣布 今天批判你 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在会议上 你要老老实实地听取群众的批判 如果你说话 就将对你严加惩处 批判大会结束以后 空军有关人员于8月25日 将陈隋奇押送到浙江韶兴县 虎山茶牧场 这个时候 陈隋奇已经55岁 已经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纪 临离开北京之前 专案组的人告诉陈隋奇 领导上给他批了2000元的安置费 陈隋奇要求说 孩子还小 生活没有着落 是不是可以把这笔钱 留给孩子们生活 答复说 这是去农场生活的费用 不能留下 最后 陈隋奇再三恳求 留下二三百元给孩子们 才总算是同意了 龙虎山茶牧场 离韶兴县城15里 满是红土的山上 到处都栽种着茶树 另外 厂内还有一部分稻田和菜地 龙虎山茶牧场下面分了几个生产队 各个生产队里 除了有生产的工人 下乡之日青年以外 还有一些下放来的右派分子 茶牧场所栽地是个雷区 在陈隋奇到这个茶牧场的前一年 有一次雷声轰鸣 雷电击穿了一间房子 打死了一个右派分子 还打伤了两个下乡的知识青年 那个右派分子是发配来茶牧场劳动 没有人知道他的亲属在哪里 只好草草地就地掩埋了 所以一到雷雨季节 大家都很紧张 陈隋奇住在半山坡的两排砖房 是为知识青年绣建的 也给了陈隋奇一间 厂里找了两个女青年 和陈隋奇住在一起 监视陈隋奇的活动 一开始厂里给他每个月生活费40元 后来又增加到了50元 在农场一到夏天 蚊虫肆虐 特别是有一种小咬最厉害 被他咬了之后 不几天脸都肿了 另外劳动也非常艰苦 尤其是7月底的双抢 抢中抢收大忙季节 实质三福胜鼠 火辣辣的太阳晒下来 身上就像着了火一样 双脚泡在晒得发烫的水里 腿上还有马黄钉咬 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工 晚上八九点才收工回家 一开始 陈隋奇也同大家一样 到田里去劳动 后来 茶牧场的领导看到陈隋奇 年龄既大身体也不好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 分配他在蔬菜队里劳动 这样他才很少下农田了 陈隋奇到了韶星以后 孩子们就不断跑去看望 他们看到母亲身处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中 非常痛心 特别是八催 一见到陈隋奇以后就抱头痛哭 说妈妈 你这样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 到农场的时间长了 陈隋奇和大家逐渐熟悉起来 农场里的工人和知识青年 经常主动帮助陈隋奇 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他在农场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己做饭的问题 由于他是单身一个人 无法弃炉灶 更无法自己去砍柴 只能买一个小煤油炉 这样除了在食堂买点饭菜外 自己有时也做一点 可以省几个钱 当时农村的煤油是定量供应的 不够用 于是有的小青年就靠 关系给陈隋奇 弄来了几十斤的煤球 又帮他买了一个小煤球炉子 这一下解决了做饭的大问题 又如每年过春节时 家家都要用碗米去换一点年糕吃 一换就是好几十斤 陈隋奇一个人背不动 那些小青年个个都愿意帮他的忙 另外想炒一点菜没有油 想到城里买一点食品 又没有粮片等等 这些全都靠农场的工人和知识青年帮忙 同样陈隋奇也利用各种时间 帮助知识青年学习英语 补习文化课 相互之间关系相处的十分融洽 陈隋奇是在农场听广播的时候 听到要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当时他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他十分清楚 黄武李秋并不知道林彪出逃和林立国小舰队的事情 也没有参与这些活动 应该说他们的问题都只是路线斗争问题 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路线问题牵涉的人就太多了 不是能用审判来解决的 陈隋奇还告诉我公审时 他听到辩护律师辩护说 黄武李秋和913事件无关 就以为我将会被释放 因为我们是因为913事件才被捕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则是路线斗争和政治问题了 既然问题已经澄清 就应该将我们释放 但他没有想到 我们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其他问题 而获重罪被判刑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他认为公审也是一件好事 原来群众并不了解黄武李秋究竟是什么问题 这一来至少是把一些问题在群众中间澄清了 如所谓的林彪的南下令立中央出逃 谋害毛泽东等 与黄武李秋都无直接关系 这都是在报纸上公布了的 其他的问题 留待以后再说吧 我们被判决不久 中央很快做出决定 让我们几个保外就医 1981年7月 公军派人到农场找陈隋奇谈话 告诉他说 中央已经批准我保外就医 这件事情完全出乎陈隋奇的意料 想不到中央这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真是喜出望外 1981年7月下旬 在北京失败大学学习的女儿 金秋放假到了龙虎山茶牧场 他告诉陈隋奇说 他和新潮在北京通过炮兵副司令 吴信全 找到了黄克诚的爱人唐丽华 向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递了个报告 要求批准陈隋奇到上海治病 来农场之前 他又给黄克诚的秘书打了电话 询问报告的情况 秘书答复说 中纪委已经批准陈隋奇到上海去治病 因此 这次他来的农场 就是要带陈隋奇去上海的 第二天 金秋就去同龙虎山茶牧场的领导协商 几天以后 厂里的领导来通知陈隋奇可以去上海看病 他就和金秋一起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于7月27日离开韶星到达上海 离开韶星前 陈隋奇给在上海的哥哥发了封电报 告诉他来上海的车次和时间 可没想到 后来却没有买到那趟车的车票 只能乘坐稍后的一趟车到上海 在他和金秋到达上海的时候 原以为来接站的侄子 陈天生陈复生他们已经回去了 不料刚刚出站 就看到天生他们一家还在那里等候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天生他们告诉姑姑说 第一趟车是晚上7点多钟到站的 但是他们找不变了 也不见人影 估计可能是买不到车票 就决心再等一趟车 反正是接不到人就不走 陈隋奇和金秋一起在上海 住了大概有个把星期 这时新潮从北京连续发来两封电报 说是公安部已经同意 他们8月5日再去秦城监狱探望父亲 已经把陈隋奇列入了探亲名单 要陈隋奇一定在8月4日以前赶回北京 以便一同去秦城监狱 他就和金秋立即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他们走后 浙江省公安厅也派人来到了天生家 通知陈隋奇尽快回北京 但他已经走了 8月4日下午 陈隋奇回到北京 他来到几个孩子住的广安门附近 一个空军的家属院 进去一看 几个女孩子合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 新潮住的房子则是唐山大地震时搭的一个地震棚 屋子里面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 完全是一个平民家庭的样子 见了孩子们这样的处境 陈隋奇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但是孩子们十分兴奋 邻居们也来劝慰说 你还伤什么心 看到这些孩子应该高兴才是 虽然父母不在家 但是他们个个都很争气 有父母的孩子又怎么样呢 这些孩子知道节俭 有时买一个烧饼 就着肯一根黄瓜 就算一顿饭 多好的孩子 第二天 他就和孩子们一起到秦城监狱来看我 第三天 他又去了空军大院 要求对他的问题重新做出结论 空军两岸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他 他们告诉陈隋奇说 胡耀邦总书记已经有了批示 他们会抓紧时间办理的 他们还告诉陈隋奇他的生活费用 以后每个月提高到100元 并当场发给了他两个月的生活费200元 回家以后 陈隋奇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孩子们 跟他们一起商量到济南安家的问题 次早上起来 孟崔告诉陈隋奇说 妈妈昨天晚上我高兴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大票子 我们买一点香蕉吃吧 听了小女儿的这个话 陈隋奇不禁心里一阵心酸 立即上街买了一些香蕉 对孩子们说 你们一言一个尝尝吧 等以后条件好了 再多买一点 过了几天 陈隋奇才知道 这几年孩子们的生活是怎么样过来的 新潮转业以后 空军一定要把他分配到湖北农场 这不符合当时对付转军人的政策 为此他在北京上访了三年 这三年别说收入 就连粮票也是一斤没有 八崔下乡插队 孟崔在中专学习都没有收入 因此五个孩子 基本上都是靠中秋经秋 在各自农场的三十多元工资费 加上孟崔二十元的生活费维持 每个月仅仅才八十元钱 要维持五个人的生活 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他们精打细算 彼此谦让 平时就把钱放在一个抽屉里 谁需要买什么东西 就自己去拿 从来没有人为了钱 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得知这些情况以后 陈隋奇的心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陈隋奇到达济南后 他除了专心照顾我的生活以外 也一直在集中精力 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想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 早在1979年 陈隋奇还在龙虎山茶木场的时候 他就向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递交了一个申诉报告 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自己是林彪死党的结论 以及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的决定 请求党组织实事求是的做出结论 1981年7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对陈隋奇的问题 做了重新结论的批示 根据这一批示精神 和1982年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 空军两岸办公室 于1981年7月 1982年3月 1983年7月 和1988年4月 先后四次对陈隋奇的结论 做了复议 并且四次派人来 与陈隋奇见面 陈隋奇对前三次的结论 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但出于各种考虑 在1988年4月的第四次复议上签了字 空军纪委随即对他做出了 犯了严重错误 给予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的结论 从受到审查之日起到这时 陈隋奇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 已经17年 远远超过了留党查看两年的时间 因此在宣布处分的同时 又恢复了他的党籍 随后陈隋奇又主动交了十多年的党费 1992年8月 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了 关于陈隋奇同志离休的通知 规定陈隋奇按照赴师职离休 离休的时间从1988年算起 同时还转发了由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 关于授予陈隋奇同志功勋荣一章的命令 到这个时候 前前后后经过了21年 陈隋奇的问题 才总算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 在这里 我和陈隋奇对原空军一些领导人的 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做法 感到不理解 对后来参与多次复议解决陈隋奇问题的 军委领导 空军领导 和有关同志 表示感谢 应该慎重处理人的问题 只有实事求是和情理 才能得人心 感谢观众以十分之后 大家看下来 感谢观众以十分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